17号当天国会改革朝野大乱斗 除了议场内 议场外也有激烈攻防 国民党立委黄红威 抛心影片 只见立法院长韩国瑜 被民进党立委赖会员情报助 韩国瑜脸上满满三条线 被一堆人团团围住不给移动 西装还差点被扯破 不只院长被迫加入攻防 连秘书长也卷入战场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就像美式足球的跑风一样 抢了周安来手上的资料 而这行为依据立法委员行使法 胁迫他人为议事之作为或不作为 可交纪律委员会议处 秘书长年纪那么大 我这里要强烈的谴责 而且要抢他的文件 一些不带决议的文件 那是更不应该 真正造成意识不作为的人是谁 是韩国瑜 是傅昆琪 是黄国昌 他们用多数的暴力 让我们意识无法作为 该送纪律委员会是他们三位 而场内大乱斗 场外地板上也有攻防 影片拍下满地垃圾 有吃有喝 po文的人写下走两步路 自己丢垃圾有什么困难 都五六十岁的人了 还要从零开始学吗 发文的人是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助理 也用手机测量一场大门 到旁边垃圾桶距离 怒轰蓝白乱丢垃圾 不过 溜粉砖帮忙平反 画面上看到韩国瑜宣布散会后 已经凌晨12点13分 一群共产党立委擦桌子 收垃圾 保持议长内整洁 一场立愿表决大战 连垃圾都跟着参战 这是17号一早 跟黄国昌吵架的 民进党立委国国文 下午甚至还当起橄榄球员 抢秘书长周万来文件狂奔 晚上的另一波攻势 也能看见他的身影 而受到民进党的冲组 还有这一位 钟家平部分男女 爆摔蓝尾陈金辉 也和谢龙介在一场外扭打 发现了吗 两人的共通点都是赖戏 那其他派系的在做啥 用言会的王定宇说彩背没差 政国会的李坤城 则看着部分区立委沈柏阳 爬进去攻主席台 只是翻进去的沈柏阳 一个不小心惨摔送医 前立委郭正亮就直言 就说钟家宾郭国文 沈柏阳都受赖青的最多恩惠 反而平常很冲的新北台南的律委 冲突上没有太多表现 就连前栏委郑立文也说过去 他四年任期没看钟家宾这么冲过 还很酸老板不是自己人 果然表现有差 在整个党团的意识工坊的沙盘队员上 我们某种程度是发动者 可能目的就是要吸引对手阵营的注意力 其实像我们看到的蔡逸宇 王定宇委员都纷纷挂采受伤 确实英系的蔡逸宇腰间出现伤痕 英系的王美慧也跟着蓝英出现几波冲突 不过比起郭国文和钟家宾 似乎就没这么冲 这场意识工坊蓝绿多数立委们都挂采 至于轻微脑震荡的沈柏阳 尝试复远如何 自己希望能赶快好起来 才有办法面对下一站 TVB的新闻成员 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三个党对外都是一致的 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温暖 内部怎么吵都没关系 517立院脱续登上国际媒体 立法院长韩国瑜接见美国跨党派 庆贺代表团 想展现三党立委对外很团结 但当天国民党民众党 想拼三读的国会改革法案 台北律师公会率先发声明 认为为今时值讨论欠缺程序正义 身为会员的律师不满 直指根本没收到消息 但北律强调发声明 是经过李建市会议全体过半数以上 同意通过的 薄熙看着理事长名单 本届的张志鹏 曾担任过行政院政务顾问 是2014年诺夫特案的义务律师 还是金明言召集人赖中强的同事 认为这踩到政治中立红线 但还有全国律师联合会也跟进 现任理事长就是游美女 就是因为这样的歪曲扭曲 造成整个社会 性别平衡教育归零 他就是民进党的前立委 全国律师联合会 以罪严正谴责 指出这些法律案预算案 应先议才能决 但当天却违背民主宪政 所以从来没有 一而不决的问题 只有民进党有意拖延 而且用暴力的方式 阻挠一事的问题 不满相关律师公会 被特定政党给把持 游美女还被翻出 在102年及105年 两度领先提案修正 立法院职权行施法 要增加国会听证调查权 当律师脑子如果没有示威 心中只有颜色 那就是笨蛋 不同律师公会接连发声 时间点难免被质疑 是配合演出 TVB的新闻 刘一强年轩 台北参观到 立法院朝野决战 国民党立委陈金辉 被民进党立委 中嘉宾铺到 陈金辉摔出大片淤青 蓝营的邱正军 也被控推下绿营 沈柏洋多颇冲突 事件延烧到场外 演艺圈有人因此惹祸上身 翻译成脸书评论 意见不同就扑下去 What the 附上三个爱心符号 其实并没说到谁扑上谁 但却遭到大批网友出征 甚至重提他曾在路边失态的事 辱骂他是原住民之耻 又跟祖先道歉过吗 但直播助言上其他贴文也被洗版 而季小军因为回他一句 扑了蜡也被波及 季小军脸书PO文道歉 说他只是单纯为了互动留言 自己忙着在台东生活 不知道是在讨论什么 竟调出中嘉宾留言 感谢季小军理解 更为他科普这起冲突 桃源市议员林涛 直呼两位艺人 不过在脸书发文 竟被网军色役出征言上 必须删文道歉 还有许文恩谴责立法院暴力 也因为担心争议删文 直指总总统赖清德也曾高喊 请总统网军停止攻击 己所不欲勿施余人 呼吁他出面观观网军 停止对艺人和一般大众的言论审查公式 话题更在PTT八卦版上热议 艺人惹上风波 恐怕始料未及 TVBS新闻赵一封红廷台报道 人手一颗巴勒 讽刺民进党八年开巴勒票 刻意选在民进党中央前 日子更是准总统赖清德上任前一天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通膨高物价 反正就是没有电割用 就是把问题解决好了 不要老是遇到停电就怪是小动物 我们5月21号 我们帮台湾人民完成国会改革 好不好 好 诈骗停电四大诉求 要赖清德上任后好好面对 现场喊出八千人 网红馆长也现身 一起向绿营算账 支持者除了手拿巴勒 更有民众赐费五千元 买了420朵向日葵 当年我也有参加学运 但是我是没有冲进立法院的 我现在因为有柯文哲和黄国昌 到哪里我就永远支持他们 跟我不一样 我不是那一群年轻人 但有人立体也有人怒呛 毕竟不会改革法案还没省完 不少人是因为黄国昌而来 孕开现场善日葵 巴勒 加上葱玩偶 跟今年1月13号开票之夜比起来 小草识别似乎少了些 我们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事情 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今天最重要就是这个巴勒 不想让活动失交 但最后也没忘这样号召 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我们一起帮科幻者主席加油 民众党抗议活动 IMB诈骗自救会也捧着 白色康乃馨现身 我们有很多的陈情都被打回 没有人理我们 蔡英文你是台湾的妈妈 你让我们在空中酷服起 像孤儿一样的投诉无门 要为自己的妈妈发声 IMB自救会不满民进党 对整起事件毫无作为 我们要求加重诈欺行车 最高死刑 赫止诈骗产业 还我们一个公道 让诈骗集团重判赔偿 而不是送到外医圈 与提早假释 还有全国外送产业工会 也喊出诉求 公民团体搭上民众党顺风车 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但原先说会响应的新党 却只见车不见人影 不过人群之中 他们却突然出现 以自媒体身份提问黄国昌 没想到民众党一个动作 就把黄国昌带离现场 而说到民众党活动 当然也少不了四茶毛 我觉得就是要喊国会改革 可是他们现在加起来 拦加板应该是国会的大多数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改革的话 我相信就是他们应该就是 立刻马上现在做好不好 你们毕竟你们过半啊 现身草民集会行动来踢馆 场外独派团体也高举旗帜抗议 绕着集会现场就怕冲突发生 大批警力包围阻挡 不让民众党集会出现冲突 TV变成刘一句壮事台北采访报道 千鲁克直升机吊挂巨幅国旗进场 520前一天总彩排 确保所有流程顺利 除了军机冲场 三军一队也没少 动作整齐划一 其中一首背景音乐 还有浓浓棒球味 是知名棒球电影 咖弄主题曲 勇者的浪漫 领唱国歌的嘉宾 更是找来终植昔日四大墙头 曹总谢长亨 金碧人黄平洋 假日飞刀手陈奕姓 阿山哥 康明山 排排队站着唱国歌 毕竟准总统赖清德 是不折不扣的棒球迷 就连表演环节中 也融入台体棒球队 模拟现场比赛状况 游行乐部分 更请来饶舌歌手 现场热唱 展现多元族群融合 九大主题三大创新 要给外宾民众新感受 准总统本人也拍影片 开箱就职无保 管理无保 帽子 毛巾 你应该会口渴 瓶装水 而且经过设计的 互国小物 以及猫狗肥章 所有一切准备就绪 等着迎接赖政府就位 这位新闻 陈又翔 林一杰 专开于原生小组 台北藏不得 肝子上的浮标一沉 手赶快举起来 瞎子终于上钩 准总统赖清德笑得和不拢嘴 因为在这十分钟之前 旁边欢呼声四起准副总统 萧美琴以及史瓦蒂尼国王 虾子一支支上钩 赖清德却迟迟等不到 不过没关系 让宾客开心 最重要赖清德上任前一天 邀请友邦元首以及官员 体验台湾独有的 吊虾文化 这外交起手势 台位很足 不过其实过去赖清德 就带不少外国史节 体验台湾的在地活动 2021年4月 带着AIT台北办事处 政府处长 英国办事处代表 以及新加坡 驻台北商业办事处代表 等等一起爬阿里山 同年11月也曾邀 美日奥英印的驻台史节 去吊虾 用行动巩固邦誼 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四大重点也先曝光 将以稳健自信负责任 以及团结为方向 要确保稳定卸壮 不受侵蚀 也要展现高度的战略自信 更要对人民负责 不卑不亢 最后更要投入更多的努力 团结国人 也团结朝野 就职前夕 看来赖清德已经准备好了 TVB的宣刘一郡 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赖清德即将就职 新总统 新加坡媒体很关心 520后的台海局势 新加坡亚洲电视台认为 赖清德成为总统后 势必不能再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毕竟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不管是拜登连任 还是川普回国 美国的首要任务 就是避免台海陷入战火 除了美台关系 新加坡亚洲电视台 还找来台湾学者 以及大陆环球电视网的 御用评论员 从两岸不同的角度 解读九二共识的未来 陆方学者认为 赖清德只获得四成选票支持 民进党还丢掉立法院 肯定会让他的执政 致爱难行 此外台积电赴美国设厂 在他看来也是不治之举 赖清德该怎么突破 北京的外交封锁 驻美代表余大雷这样说 在经济上走务实路线 持续扩大国际合作 争取能见度 或许是赖清德未来四年任期 在对抗北京压力上 必须认真执行的课题 TVB新闻组合报道 贴出抱着爱猫 蔡翔翔的照片 蔡总统IG发文 笑说蔡翔翔表情始终如一 更贴出两只爱犬照 其中形成原凤梨妹 表情超有戏 据了解另外两只导盲犬 因为年纪大在休息 没入境 总统说最后一天在这个家 当然要和自家毛毛狗狗拍照 留下纪念 5月19日下午两点 搬家公司的货车 缓缓开进官邸 都是要来帮蔡总统搬家的 当元首时间进入斗鼠 蔡总统从一走就主攻外交行程 当总统的最后一天 总统接见来管理520交接的访团 猫们好吗 好吗 那是很难 很高兴趣的新闻 日本防兵仍邮寄上一次在官邸会护 蔡总统也接见英国国会的庆贺团 其中不罚老朋友 是旧相识的蔡总统更会特别寒暄几句 从早上到下午排了五场接见 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展现自信与自在 蔡总统先任后要干嘛 去西匯先休息一下 不过她已经找好了位于台北市 信义区这间办公室 预计将来这里会见来访的外宾 形成二轨外交 傍晚五点多蔡总红最后一次从总统府下班 晚上要宴请来台的访团团长 现任前拼外交拼到最后一刻 TVBS新闻许家瑞刘婷听听听听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